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的3月29号星期三 我们一起来继续聊聊菲律宾的事 这个前段时间有一个大哥 这个应该是快50了,40多岁的大哥 家伙,家伙先跟我表达了一个意思 就是说他要来菲律宾工作 但是他不是很了解菲律宾 那他来这边武功之前 想先跟我沟通一下菲律宾这边的一些基本情况 到时候再给我包个红包吧 以示感谢 现在不包呢,是因为他就是这个微信里头没有钱 其实钱不钱的无所谓,对吧 因为像这种情况我碰见很多 如果真的能在信息上给你们提供一些帮助的话 那也是举手之劳,其实也无所谓 大概两天前吧 这个大哥呢就找到我了 说他的护照啊,签证都已经办完了 然后呢,派出所呢也都别案了 然后呢,机票呢,这个劳务公司也帮他买好了 这个下个月的月初吧 就准备飞金边了 我当时一听,我也很诧异,对吧 因为你来菲律宾你飞金边干嘛呀 我就问他,我说你飞金边干什么去 他说,对啊,他说我到菲律宾的首都金边呀 我就想跟你了解一下那边安不安全 我当时就明白怎么回事 其实听到这儿的朋友也大概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对吧,就是飞金边的首都肯定不是金边呀 是马尼拉呀 对吧,这金边是哪儿的首都啊 是在柬埔寨呀 去那儿能干嘛呀 对吧,而且工作两万人民币一个月的工作 不可思议是吧 我就觉得这里面肯定有事 我呢,打算就跟着大哥呀 他多聊两句 结果我发现啊,跟着大哥沟通不了 为什么呢 几个表现吧 第一个呢 就是他一直沉浸在自己的那个想法里面 一直在嘀嘀嘀嘀嘀嘀嘀 你说什么呢 根本就插进嘴去 二一个呢 好不然你插进嘴去的吧 给他说两句啊 我说比如说 我说现在呢 菲律宾的首都其实是马尼拉对吧 你飞的话呢 应该是比如北京、上海、香港、广州、厮门 都有直接被马尼拉的飞机 他就会问你 北京是哪儿 上海是哪儿 广州是哪儿 这些地方都是哪儿 flights 你就没法聊 那一次好吧 后来呢 就飞半天进吧 大概了解了一下大哥的背景 大哥呀 就是一个普普通通农民 就是一直在家务农 偶尔会到县城打打工 这辈子目前吧 都没去过几次省城 所以就非常纯朴的一个人 就是说基本上很纯朴 但是反过来说 就是说他对这个世界的认知 就几乎为零 难怪就是一说两万人民币的事 他就去 而甚至都不知道 他要去的地方到底是属于哪里 对吧 而且这个情况吧 我觉得他 你说他傻吗 他绝对不傻 为什么 因为从他的这个 跟我反馈的一些情况上看 他每天也在刷短视频 对吧 也在每天的学习和认知这个世界 只不过呢 就是只刷一个平台的短视频 单一的信息渠道 可能我觉得他就是老天天刷 可能也就降至了 因为他也知道诈骗 他也知道博彩 当我跟他提起博彩的时候 他还愤怒的跟我说 你怎么这么不礼貌呢 我干的不是博彩 所以我也挺无奈的 真的是挺无奈的 后来我也实在是不劝了 因为这个实在是全部 真的是劝不懂 你知道 我真是劝不懂 因为这种人 他的认知实在是有限 而且还有些倔 有些这个 有些瘀 你有什么办法呢 对吧 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但是他相信这些什么 外面有博彩啊 可妖子的事 所以我觉得这个 真的是挺矛盾的 挺矛盾的 之所以有这种情况吧 就是 我觉得就是刚才我说的 第一个呢 就是 可能学历不是很高 对吧 所以呢 学习能力 认知能力 不是很强 第二个呢 就是 没怎么去过远方 对吧 去过其他地方 或者大的地方 对于这个大脑的 这个刺激 开发呀 反应不够 所以呢 就是看一些短视频平台 天天看一种的 所以我觉得 没有什么太大的掌见吧 可能反而会讲智 真的真是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聊不了 聊不了 说到这个吧 我就觉得 其实呢 现在这种人还是蛮多的 别说现在了 可能 一百多年前 两百年前也是这样的 比如说当年的那个 田径交案 为什么说这个天津交案呢 就稍后我给你解释一下 天津交案呢 大概什么意思 把中国藩都给弄趴下那事 什么呢 就是说 当时抓着几个人犯的嘛 在天津 然后那几个人犯的呢 就说他们这个拐卖儿童啊 是贩卖给这个 法国的 这个法国住天津教堂 这帮教堂的这些洋人吧 吃这个中国孩子的眼珠子 然后 这个拿他们的这个肾脏 或者那个内脏啊 入药 然后结果呢 就引起了当地的民愤 后来不是就是火烧望海楼吗 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 一个事件 然后呢 打死了不少这个 教会的人员 很多都是洋人啊 很多都是洋人 尽管当时呢 就是也有一些清政府的官员出来啊 抓凶手啊 平息这个辟谣什么的 但是呢 大家仍然相信啊 洋人是拿这个中国孩子啊 这个做药引在啊 吃这个中国孩子脏气的 这你怎么解释也没用 对吧 然后呢 后来我就觉得这个跟当今啊 就是说这个割腰子这个事 你想想是不是有点像 对吧 有点像 我觉得 妈的这个 咱就不说这个吧 反正我就总觉得这里面可能有点什么关联啊 有点关联 反正吧 我就是想这里跟大哥说一句话 对吧 有的时候啊 您出来什么的 先提高一下自己的认知 对吧 至少呢 您得先知道 这个菲律宾的首都是哪 对吧 啊 那个金边呢 是柬埔寨的 马尼拉是菲律宾的 西哈努克是柬埔寨的 对吧 他不是马来西亚的 最起码一些常识 出在之前 要先不起一下 对吧 而且呢 听尽劝 听尽劝 如果实在不行 我就跟这位大哥说 您干脆 您就去您的备案的派出所 跟那边的民警同志们聊一聊 对吧 让他帮您补习一下 我觉得他们 比我说话更有这个共心力 你看兜 你看行不行 得了 就是跟大家扯在这吧 让我们再去扯段菲律宾的事